台南市永華環核心轉雄團生理台會 在青營酒店高興 市府觀光率教長郭真輝 社會教長丹英基 民進教長江林黃 進化局專委吳建徒 市經教第四分教王子維 台南市中西區北區市員 殘酸林姚鎮宇丁貴賓 也都到中誘會 大家都很期待雄團生理後 可以帶領地方的經濟跟觀光社會人條 很高興能夠來參加 永華環核心轉雄圈的成立大會 那同時也見證了李堅市的一個受證 那我們很高興台南又多了一個生力軍 特別是在這個環珍運河 我們這一段一段都有不一樣的亮點 我相信這個新的商圈的一個加入 這個協會的一個加入 可以讓我們商圈整體的一個提升 以及觀光的活力可以再次被看見 成立商圈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可以帶動地方的一個經濟繁榮 也讓民眾他對於地方的一個經濟 有更多的參與 我相信商圈的成立 尤其是在郭局長的這個 積極的一個領導還有促進之下 我相信台南藉由很多商圈的發展 可以帶動我們台南市的整體經濟 尤其是中西區 然後他有一些老舊的一個問題 所以透過商圈的刺激 也可以讓都市的發展有新的風貌 本身是央國一米集團這行長 江盛楷 他本人跟教授 在英華環和新傳商圈範圍來 近上多年 所以對到商圈的環境特別有感情 看到這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許多實體店面的店家收入都受到影響 令人憂鬧 他決定心理最高的政客店家 希望大家做會共有共好 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功效 讓最高的經濟更加歡迎 因為我本人以及我的家族 在這個永華環和新傳商圈範圍內 經商多年 那對於商圈的環境特別有情感 那我們都知道這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許多實體店面的店家收入都受到影響 令人憂心 那看到周遭其他地區都有商圈 比如海岸商圈 四坎澎湃商圈 那他們讓我感覺到 我們如果商圈能夠抱團共融共好 那一定能夠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功效 第二期永華環和新傳商圈 第一次最有理事還有江榮宗 方世華 最有感受這是由邱情秀出人 大家目標一直做會失去拼經濟 大家請問江瑟維 蔡宏伯德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